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 这个节日距今有着2500多年的历史 清明的节日习俗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几经改变并延续到了今天 如今的清明节已经成为了一个用来纪念和祭奠仙人与仙辈的日子 除此之外呢 清明是中国24节气当中的一个自然节气 是一个春意见浓百花盛开的时节 那么如果有一种食物可以代表春天 你会想到什么呢 今天我要带大家来制作一款清明节的特色小吃 叫做青团 还特意邀请到了一位朋友陶曼 来加入我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格鲁吉亚的陶曼 陶曼你好 很开心今天能够邀请到你 你之前吃过清团吗 清团我没有吃过 但是听说过 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 传世于唐代 距今有一千年的历史 我非常期待一会儿我们制作的过程 看来你对清团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好的 那话不多说 我们快去跟着大厨学做清团吧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一家上海菜餐厅 你看这墙上挂着的都是上海的老照片 其实啊 吃清团这一习俗呢 主要盛行于中国的江南一带 每到清明时节 江南地区呢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争清团 终于到了最期待的制作环节了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厨 常小俊 常师傅 常师傅你好 你好 常师傅你好 你好 常师傅 你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眼前的这些食材都是什么吗 嗯 好的 这个是艾草 艾草汁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新鲜的艾草 这个艾草呀 是制作清团最重要的原材料 用艾草榨出的汁水呢 是清团天然的着色剂 更是清团特殊香气的重要来源 这是红豆沙 这个是咸蛋黄 这个是肉松 白糖 清水 糯米粉 橙面 对 这个是咱们四箱称好的糯米粉200克 然后白糖28克 把水倒里边 然后这个就是艾草汁 艾草汁这个是100克 对 倒一起 然后下来以后呢 这三样都放里头 然后咱们就用手把它给和起来 和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对 这个面这样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和好了 和好以后 然后放这儿 咱备用 这个是盛面 现在咱们把这个沸水 倒盛面里边 倒100克的沸水 好 那这个盛面就烫熟了 烫熟以后呢 现在就是把这两个面和到一起 要把它给和的均匀了 对 这个面呢 咱们现在和好了 和好了以后 把蛋黄沥碎以后 然后根据咱们的喜好 然后放入适量的肉松 搅拌一起 然后咱们把它搓成一个 大小差不多的小圆 那咱们这个小圆就做好了 下来咱们就做青团吧 尝试物 要不我们俩也上手试一试 好的 好的 可以 就一块面 然后放到手里边 把它团成一个圆形 搓圆以后呢 把它放到 对 手心 然后压下去 把它压成一个扁圆 然后拿起来 拿起来 对 用你的大拇指 按一下 然后用左手的大拇指 然后扬着这个边 挨住捏一下 然后现在呢 咱们就根据 自己喜欢的口味 就可以放馅料了 放蛋黄或者是豆沙的 那我跟陶曼 要不一人做一种口味 好的 我做这个咸蛋黄肉松的 你做红豆沙馅的 好的 我更喜欢红豆沙馅 那正好我喜欢吃咸的 好的 对 那就拿起来 然后放里头 用左手大拇指按一下 然后用 右手的拇指跟食指 把它给 弄起来 撅起来 撅起来以后 然后手大拇指放开 然后左手的拇指跟食指 就把这个口给捏 捏扬了 那咱们就放到 轮廷里边 一会儿上锅 蒸个七分钟就可以了 经过七分钟的高温蒸制 淡绿色的青团 现在已经变得色壁如玉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开吃了 好吃 里面的馅是甜的 口感是非常的好 我喜欢这种口感 因为它里面还叫了爱草 它有一种春甜的香味 你吃的这个是红豆沙馅的 我吃的这个是咸蛋黄肉松馅的 这个是咸口的 它的口感很有层次感 它的外皮是带着一点淡淡的甜味 因为放了白糖 里头的馅呢又是咸的 所以一口咬下去 就是软绵咸香甘甜细腻 今天的制作过程到这儿就结束了 以目前的你呀 也可以在家试着动手来做青团 尝一尝这春天的味道 那我们就接着大快朵 一吃我们的青团吧 好 开始 好 开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